iPhone 16的真机膜 小样已经提前给大家上手体验过了 那么今天就来盘点一下 16和15到底有哪些不同点 第一摄像头布局 从斜对角改为了数项排列 这个是最直观的 第二全系取消的静音波片 Action按键将下放至标准版 能够实现更多的快捷操作 第三就是触控键 手机右侧新增了一块触摸式按键 有可能作为快门 也有可能是AI的一键换行 那么你们认为是什么呢 第四处理器 升级成了第二代3纳米的A18 Pro 性能相比上一代只剩20% 功耗降低了15% 第五属于我们的贾维斯 它终于要来了 新增的AI大模型 国际版将采用Chad GPT 罗内的话则是百度的文心一言 第六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价格 全系取消了128G内存 也就意味着标准版会以256级起步 所以价格方面有可能突破历史新高 小羊的预计售教的话 可能会达到7000加以上 按照这个配置以及价格 入手一款没有高刷的入门旗舰 小羊还是觉得真的是不划算 毕竟你可以在咱们家选择一台 看比全新的国行的15PM256G 大屏又是真旗舰 76张左右就可以搞定 以上就是iPhone16的爆料信息 如果还有其他想要了解的型号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参与话题导论 恢复滚瞎